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早晨 欢迎收看开市感浪 我是林志同 这个环节 先和大家跟进欧美股市昨晚收市的情况 市场重现对美国经济前景的忧虑 被认为可预视未来商业投资的 美国核心非国防资本财订单的情况 差过市场预期 拖累美股结束三天的升势 导致一度下跌136点低26122点水平 收市仍要跌79点 收报26179点 另外 标普共白指数是升91点 收报2867点 纳斯达克指数就升19点上来 收报7848点 成份股方面 药房连锁集团Walgreens下调 2019年盈利增长预测股价大跌1成2 拖累整个药房股和消费品股的板块 不过 苹果是弹升1.4% 限制了美股的跌势 得意志银行亦唱好Facebook 表示Instagram的电商服务 可能为Facebook带来100亿美元的收入 Facebook的股价弹高3.2% 看看在美国上市的港股预托政策 就个别发展 汇控制入本港收市升1.1% 中移动升0.34% 中联通升0.64% 国售跌跌0.17% 海油跌0.51% 中石化跌0.05% 中石油升0.47% 而受到汽车和保险股大动 欧洲股市全线上升 倫敦富士100指数收市升73点 收报7,391点 升幅大约1% 创6个月收市新高 英国脱欧的不确定性 不理英镑 但令出口股权更较高的英国股市上升 另外 凡克福dex指数收市升72点 收报1,754点 巴黎Cat指数收市升17点 收报5,423点 商品期货方面 有消息指 美国考虑对伊朗实现更多制裁 委内税拉一个码头 因为电力问题 再次停止原油出口运作 国际油价升到去年来的高位 旗油收市报每桶62.58美元 上升99美先 升幅1.6% 不然 特旗油收市报每桶69.37美元 上升36美先 升幅0.5% 看看金价 美股回落 外围金价由4个星期低位反弹 但美金上升限制了黄金的升幅 那日期今收市报每安市1,295.4美元 上升1.2美元 升幅0.1% 匯市方面 英镑匯价上升升至1.31美元 首相文翠珊说 将会寻求对脱欧日期推迟至今月12日打后 并且会与工党令就会谈 似图打破议会僵局 欧元对美元反弹 受到欧元区疲弱的经济数据影响 欧元曾跌至超过3星期低位 失授1.12美元 之后是1.12美元水平徘徊 另外澳元对美元亦下跌 澳洲政府调低了经济增长的预测 看看最新的美元匯价 港元7.8491 日元111.43 欧元1.1211 英镑1.3123 瑞士法郎0.9977 加元1.3332 澳元0.7089 纽西兰元0.6762 至于美国国债宅价格上升至知识率下跌 英国断钩进程未能够取得突破 带动危险需求上升 美国十年期国债息率 马升穿两厘半之后 吸引资金买入 至于美国十年期债息率 报两厘四九 日内下跌大约1.6个基点 三十年期债息率 债息率报两厘八九 这里是Michelle 你好 先讲一下美股 现在大家担心美国经济前景 今天亦会有一个中美贸易的回谈 未来美股短线的走势又是怎样呢 其实我觉得现在美股这段时间 抽了很大的赤相到你 到了这些位置 大家都开始关注它在高位的地方 会否阻力比较大有回头的风险 现在的确是说市场最主要的焦点 都是关注番中的贸易谈判 和牛市 现在目前看到不断的有新闻出 未见到一个非常具体的进展是如何 只不过是说大家都非常期望 会有一个协议出来 而不是以一个比较糟糕的结果去收场 大家双方都希望签到一些协议出来 但至于协议里面的一些具体的条款是什么 这一件事我认为是需要大家去关注的 还有机会可能是斟酌 中国要在美国购买一些货品 去修正贸易赤字方面 会有一些这些条款出来 但具体上 之前美国想要提出的 对于中方的那些要求 包括知识产权上 甚至其他一些政治上 人权上的需求 我觉得中方未必真的可以 在今次的贸易谈判方面 可以满足它 但会不会因为这一件事 令到美国可能不谈了 我们不签了 协议这些事 我觉得这件事 是大家双方不愿意看到的 但如果是刚才说的那些条款 在贸易上修正逆差 这些事 市场在现在过去的这一阵升势 其实是否已经反映了很大部分 我觉得的确是 所以如果出来 在协议的条款上 没有一个比较大的惊喜 市场就算刺激到一两天的声势 不会因为这一件事 可以刺激到市场 重新展开一轮很大的声浪 这个可能性比较小 而除了贸易谈判之外 其实你看到最近这段时间 可能中美方面 都各自公布最新的经济数据 如果你看到经济数据上 的确是看到有一个好转的情况 但是如果你说这一刻 就可以说 其实大家现在的经济衰退风险 已经完全消散了 看到三月份数据好 经济都已经完全开始复苏 说这一件事 我觉得也是维持上早 就算你看到这一段时间 美国十年期国债方面 其实之前大家会担心 那道挂的风险 但现在看到那道挂的情况 已经不复存在 十年期国债的息力 也是收升上去 这都是反映短线 大家对于风险行量的程度 相对乐观了 但是你由一些 就是美国近期的资金流向来说 绝大多数基金 可能都是拍在国债上 在美国股市上 都是不断地看到 有资金流出的情况 而就算是 你分版块去看 美国股市 它流入最多的版块 可能相对来说 都是一些防守性为主的 一些版块 比如说一些 必须的一些消费品 这些版块 所以其实你由这个角度来说 都反映回美国方面 那些投资者 它自己本身 对于经济 或者对于股市的后市 未必真是好像现在的市 那样看得到 真是那么乐观 那看到昨晚 其实美股方面也是 看到其实道指 或者其他一些指数 其实表现都不是真的非常之一 至到高位 都仍有阻力的情况之下 就不会觉得 之后 还有一个很大的升浪 相反其实我觉得 现在高位整顾的可能性 会比较大 嗯 好啊 刚才也说美股 升了一阵上来 其实港股也是 连升了六个巴黎日 累积升了1100点上来 今天再升百多点 接近200点 现在升174点 其实现在距离三眼关 越来越近了 但是这个整数关 阻力大不大呢 现在建议大家 还做一些短线看好的部署呢 其实我觉得短线 目前来说 暂时都是用三万点 去做一个最大的目标 短线来说 但是目前来说 看到这几天升 港股上升的动力 好像转弱了 去到三万点的位置 好像升极 都好像抽不上的感觉 我觉得一来 跟美国方面都有关 一方面 一方面是他们本身自己的 就是投资的情绪比较审慎 另外一方面 其实除了贸易战之外 都还有其他重磅的数据 等着它 譬如说星期五 会有些飞龙的数据 都等着这些数据出到来 才对后市有方向性的判断 外围未必真的可以 对港股有一个比较大的支持 而A股方面 其实你都见 好像恒子这一段时间 也未必真的对A股跟得非常足 而A股自己本身 现在去到一个高位的情况 再加上最近看到 社保基金有减持的动作 大家都会有些不同的猜测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今次对一个资产的减持 会不会有一个连锁效应 令到它可能因为背后的原因 大家不同解读一下 会不会对其他资产造成减持 这一件事 有机会 如果真的有一个连锁效应 是对A股的影响很大 其实如果A股在高位 也是一个整股的情况 港股再继续向上升的动力 都不会真的有特别大 但是另外一件事 就是说 你说美股方面 可能差不多四月份 四月中这些位置 会出回第一季度的一个业绩 而港股大概去到四月底的地方 也是慢慢出回第一季的业绩 在上一轮的业绩 在上一轮三月份 三月尾四月头 现在过了 看到公布的业绩 其实在整个基本面来说 不算有些非常大的惊喜 其实看回业绩 我觉得未必可以支持港股 可以不断地冲破三万点 去到去年三万零五百点 或者三万一这些高位 所以我觉得这段时间来说 港股在三万点这些位置 如果突破不了 高位整股的压力也是比较大 只不过短线 我们可能都是以三万点为目标 但是你说如果这一个时间 我们看到三万点这个阻力 还是一路上升不穿 有机会 你说会不会回到二万九这些位置 补回之前这个裂口 我觉得机会是比较大 好啊 看回市场 其实越升越右 暂时升超过二百点 二百三十二点 恒指现在价二万九千八百五十七点 合企指数升近79点 一万1625点 大致成交现在一百二十九几 再看一些蓝筹的表现 賭业股繼續越升越有 银鱼升幅最大蓝筹 暂时升第2.4% 六十.4这些水平 今日暂时最高六十.500 金沙也是升近争近百分之一 排第二 升幅最大蓝筹就是腾讯 再升第2百分之一 374.2 另外可以留意信羽 信羽曾經上升到99.2的水平 似乎想向紅底股的邁進 但似乎蟹貨比較多 阻力仍然在 大家先跟進情況 這次和Michelle談到這裡 Michelle 以上提及的股份 你有沒有持有? 沒有持有 謝謝Michelle 詳細分析 稍後回來還有其他直播 待會再見 現貨黃金買入價1291.75美元 買出價1292.26美元 現貨白銀買入價15.1204美元 買出價15.17美元 以上資訊由耀財物來提及